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新闻概述将聚焦于最近的国际政治动态 特别是美国大选的结果及其对全球局势的影响 首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发送了贺电强调中美两国应该和平相处 避免对抗并指出合则两立斗则俱伤 这一举动反映了中方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 保持稳定与合作的意愿 与此同时台湾总统赖清德也对特朗普的当选表示祝贺 并希望能够加强台美之间的合作 接下来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引发了不少关注 他曾威胁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这可能会对美国的农产品出口造成重大影响 专家表示这样的政策会将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战 并对全球贸易产生连锁反应 与此同时菲律宾大使对特朗普的胜选表示乐观 认为这将有助于美非之间的军事与经济合作 最后德国政府对特朗普的当选感到担忧 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美德之间的贸易关系 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 特朗普的政策方向与拜登政府截然不同 德国必须重新考虑如何与新一届美国政府互动 这无疑将为德国带来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中文网 本周四11月7日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向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之贺电 呼吁两国和平相处 并警告不要采取对抗性路线 根据中国官媒报道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 历史表明中美两国 贺则两利斗责俱伤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报道特朗普和习近平进行了电话交流 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也期待中美之间能保持 稳定且健康的关系 中国希望分歧能够得到妥善管控 并且双方能开展互利合作 赖清德祝贺特朗普当选 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特朗普当选后 于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X上发表贺文 对特朗普胜选表示 忠心的祝贺并表示 台美之间建立在共同价值和利益基础之上的 长期伙伴关系将继续成为地区稳定的基石 并为我们所有人带来更大的繁荣 据台湾媒体一新闻 NEXT TV报道 赖清德第一时间发文祝贺后 特朗普团队和新成员欧布莱恩 Robert O'Brien 转发了赖清德推文 并表示感谢 外界关注赖清德 是否会与特朗普通电话 对此台湾总统府称 并无寻求通话制和安排 中美关系紧张 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 就已经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立场 此次竞选期间 他再次威胁将对中国商品进一步征收关税 此举可能对全球贸易产生巨大影响 关税问题已在很长时间以来 令中美贸易关系不断紧张 在中国为可能出现的贸易战 感到忧虑之际 另一些专制国家领导人 则可能为特朗普胜选感到高兴 比如俄罗斯很可能期待 美国政府在特朗普上任后 能在政策上有所调整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向特朗普胜选表达了祝贺 并与其讨论了两国未来合作问题 据土耳其总统府发布声明称 埃尔多安在电话中向特朗普表达了 在未来扩大土美合作的 愿望 特朗普在本周二总统大选中 击败对手卡玛拉·哈里斯 当选美国第47任美国总统 特朗普上次竞选连任失败 四年后再选胜利 重返白宫 哈里斯致电特朗普祝贺 大选后的第二日当地时间11月6日下午 哈里斯重返母校霍华德大学 向其支持者发表讲话 哈里斯表示 我们必须接受此次选举结果 并指出这是美国民主的基本原则 也是其与君主制或暴政的区别所在 哈里斯还表示 他以致电特朗普向他表示祝贺 哈里斯强调 虽然我承认在此次选举中落败 但我不会放弃推动这场竞选的斗争 为争取自由、机会、公平 和所有人尊严的斗争 这场斗争我永远不会放弃 他呼吁支持者不要失望 不要失去信心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黑暗的时代 哈里斯说道 我要说的是 有一句跨越各个时代 适用于各个社会的谚语 只有在足够黑暗的时候 你才能看到星星 哈里斯表示 将帮助特朗普及其团队 进行权力的和平交接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特朗普对中国挥舞高额关税大棒 控商及美对华农产品出口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在第一个任期内 启动与中国的贸易战 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显著减少 一些贸易专家认为 如果他明年1月再次就任总统后 兑现竞选时 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60%关税的威胁 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 可能再次受到冲击 路透社周三报道说 2018年后 北京为报复特朗普 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而对从美国进口的大豆 牛肉 猪肉 小麦 玉米和高粱 征收高达25%的关税 导致美国农产品进口下跌 尽管美国农业在贸易战中 是中国报复的重点行业之一 不过美国的农场主们 通常都支持共和党和特朗普 他们希望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内 帮助增加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 而他的贸易政策意味着 他不太可能做到 特朗普在这次竞选期间 提出了对中国产品 征收60%全面关税的想法 以促进美国制造业 但就任后如果实施 可能再次引发 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报复 不过 农场主们表示 他们认为与北京的新争端 将是短暂的 经济上的痛苦也会较小 因为北京了解 特朗普是认真的 报道表示 特朗普当选后 中国淡化了另一场贸易战的可能性 表示希望扩大合作 不过 北京自2018年后 努力推动农产品进口多样化 并提高国内产量 以获得更大的粮食安全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北京未能履行 2020年 与特朗普政府签署的贸易协议中 规定的 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要求 可能发生的新一轮贸易战 将在一个艰难时刻到来 美国玉米和大豆价格 今年跌至2020年的低点 原因是 这两种作物大丰收 和竞争对手巴西 扩大了全球出口销售 这对美国农业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减少了对迪尔公司 Deer & Amp Co.等公司的拖拉机 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农业生产设备的订单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 预计到2025年 美国将面临创纪录的 425亿美元的农业贸易逆差 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 通过慷慨的补贴 抵消贸易战 对美国农场主造成的销售损失 美国一所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 美国大豆种植者获得的政府救助 比他们在贸易战中损失的 要多出54亿美元 根据全国玉米种植者协会 和美国大豆协会10月 所做的一项研究 另一场贸易战 可能会使大豆种植者 每年损失36亿至59亿美元 具体取决于争端如何发展 2023年 中国进口了价值 340.5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比一年前下降了20% 预计2024年的进口量 可能进一步下降 尽管如此 中国仍然是美国农产品 最大的出口市场 美国农业领导者和贸易商 将中国市场描述为不可替代 尽管他们正在寻找其他市场 来抵消中国的需求下降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美国大豆是美国 对中国的最大出口产品 约有一半销往中国 2023年的贸易额为152亿美元 但是 中国已转向廉价 且丰富的巴西大豆供应 已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 美国大豆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从2016年的40% 下降到今年的18% 美国几十年来 一直是中国的主要玉米供应国 直到北京2022年 批准从巴西进口玉米 2023年 中国从美国进口了 价值为26亿美元的玉米 比10年前有所增加 用于饲养器庞大的畜牧群 但巴西已迅速超过美国 成为中国的最大供应国 中国是美国出口鸡腿 猪耳朵和内脏的主要市场 而美国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很小 自2020年以来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肉类和内脏 已下降到去年的33亿美元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 去年中国占美国棉花 出口价值的四分之一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遭遇逆风 挤压了对纺织品和服装的需求 2023年美国棉花对中国的出口量为16.6亿美元 低于2022年的30亿美元 2023年 中国从美国进口了 价值8.67亿美元的高粱 远低于2014年的15.2亿美元 中国进口的高粱 主要用于动物饲料中的玉米替代品 来自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对高粱的竞争 以及大量廉价的巴西玉米 抑制了中国对美国高粱的需求 中国2023年 进口了价值3.19亿美元的美国小麦 这是三年来在澳大利亚 俄罗斯 法国和加拿大小麦供应充足的情况下 中国进口美国小麦的最低规模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国 其不断增长的国内产量 减少了对海外供应的需求 尽管食品制造商仍然需要进口高蛋白小麦 来生产某些产品 期待特朗普重返白宫 菲律宾对美国印太政策 和美非同盟充满信心 美国之音中文网 菲律宾驻美国大使 何塞 曼努埃尔 罗姆尔德斯 Jose Manuel Romualdez 星期四 11月7日 表示 菲律宾相信 本周二赢得美国大选的前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重返白宫后 美国的印太政策 以及对其亚洲盟友菲律宾的支持 将会保持不变 罗姆尔德斯是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 做出上述表示的 菲律宾在南中国海 与中国存在海洋主权纠纷 双方关系十分紧张 两国舰船对峙摩擦时有发生 罗姆尔德斯指出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 都把抵御中国的影响力 包括在南中国海海域 抗衡中国当作优先要务 而且两党在这方面立场坚定 并形成了高度共识 这意味着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 经济交流和安全承诺 渴望得以持续 保持印太地区自由和平与稳定 符合他们的利益 特别就其经济层面而言 因为每年都有价值几万亿美元的货物 穿越南中国海 路透社援引罗姆尔德斯的话说 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 越来越咄咄逼人 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安全合作 近年来在拜登总统任内 也得以大幅提升 拜登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Fernand Marcos Jr. 都认为 有必要反制中国在南中国海 和台海的侵略行径 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后 马克思立即致电表示祝贺 我希望我们经历过战争与和平考验的 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 将成为良善力量 在本地区 以及在太平洋两岸 开创一条繁荣和睦之路 马克思在贺电中指出 马克思总统主政以来 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关系 全面加强 对美军开放的军事基地 从过去的五个增加到九个 有些基地不仅面向南中国海 而且与台湾距离很近 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 建造了多个人工岛 并且将人工岛全面军事化 铺设军机跑道 部署雷达和导弹 美非军事安全合作 可以有效应对来自中国的军事压力 美国已经提议 出资1.28亿美元 改善菲律宾军事基地的基础设施 同时承诺 向菲律宾武装部队和海岸警卫队 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 罗默尔德斯对美国继续履行 这些承诺充满信心 其中包括继续进行 美非从去年开始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我们在共和党方面的每一位朋友 都对我们目前因应中国构成的挑战 表现出关心和强力支持 罗默尔德斯说 他认为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 这些方面的变化会很少 而且可能变得更好 特朗普上一次执政时 时任国务卿的迈克尔 蓬佩奥 Michael Pompeo 2019年 曾向马尼拉做出保证 如果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遭到攻击 美国将依据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协防菲律宾 美国与菲律宾1951年 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 条约规定 菲律宾武装部队 公共船只或飞机 在南中国海遭到武装袭击的情况下 可以原用这一条约 拜登政府官员也一再警告北京 一旦菲律宾军机和公务船 在南中国海海域遭到攻击 美国便有协防菲律宾的义务 而且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卫承诺 坚若钢铁 南中国海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一条 国际贸易水道 每年有价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国际贸易 经过南中国海运输 中国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 而其他主张拥有南中国海 全部或部分主权的国家和地区 包括菲律宾 越南 印尼 马来西亚 文莱和台湾 目前南中国海局势基本上平静 但是中国与菲律宾 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对抗风险 却在与日俱增 北京与马尼拉 就菲律宾对第二托马斯潜滩 中国称人爱骄 坐滩军舰的后勤补给问题 达成不涉及主权的临时安排协议之后 双方的的对峙和冲突有所减少 但是两国在南中国海 其他争议海域的摩擦并未停止 罗穆尔德斯强调 马尼拉仍希望和平管控与中国的分歧 将继续在不损害 我们利益的情况下与中国对话 我们并未处于战争状态 罗穆尔德斯说 他认为 菲律宾与中国 仍可以在很多领域进行合作 香港南华早报 在星期三发表的一篇报道中 援引观察家的话说 虽然没有人预期美国此次大选的结果 将影响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 但是菲律宾还是需要 就如何与下一届美国政府 进行合作多做准备 马尼拉在目前这个阶段 所持有的筹码 就是其战略利益与非美同盟的一致性 南华早报 援引菲律宾大学国际关系讲师 马提奥 皮亚森蒂尼 马提奥皮亚森蒂尼 的话说 皮亚森蒂尼认为 特朗普与拜登政府的政策措施 有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 但是 美国地缘政治利益有其一致性 而且 马尼拉仍然是美国在当地 防卫和安全计划 的一部分 皮亚森蒂尼指出 拜登政府经常所说的 美国对菲律宾安全承诺的 兼弱钢铁的说法 其实最初出 是在特朗普上一届政府期间提出来的 德国红绿灯的政治联姻 为何没能走到底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昨天 11月6日 晚上9点15分 德国联邦总理萧尔茨 正式宣布 解雇财政部长林德纳 Christian Lindner 他宣布这一消息的时 看得出他深深的沮丧情绪 萧尔茨说 必要的妥协 往往被公开的争论 和意识形态的强烈要求所淹没 联邦财政部长林德纳 经常以不恰当的方式 阻碍法律的实施 他经常采取狭隘的党派政治策略 经常辜负我对他的信任 萧尔茨说 作为总理 我不能容忍这一点 萧尔茨说 过去三年来 在社民党 绿党 和自民党执政期间 他多次提出 三个不同政党的联盟 如何达成良好妥协的 建议 但这通常很困难 并且 有时会触碰到他 政治信念的底线 周三晚间 自民党议会党团负责人 杜尔 Christian Der 宣布 联合政府自民党籍的 四名部长都将辞职 不过周四早间 除了被萧尔茨解职的 财政部长林德纳 只有德国教育部长 施塔克 瓦清格 Bettina Starquartzinger 和司法部长布什曼 Marco Bushman 自行宣布辞职 同样为自民党成员的 数字和交通部长维新 Folker Wissing 宣布退党 得以留任 都是钱 惹的祸 2023年11月15日 联邦宪法法院宣布 联邦政府部分预算政策违宪 这一天 社民党 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 执政联盟被剥夺了财政基础 德国联邦议院批准了 疫情期间 抗击新冠疫情的基金 但这些钱并未被完全使用 红绿灯联盟 决定利用剩余的600亿欧元 为其气候和能源政策提供资金 但联邦宪法法院 裁决这种挪用专项贷款的 做法违宪 联合执政的三个党派之间 基本政治理念不尽相同 社民党和绿党 本质上属于左翼政党 依赖强大的国家 经济自由派的自民党 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持有相反的观点 600亿欧元专项基金 弥合最初的分歧 自由主义者主张公民的个人责任 国家只应在特殊情况下进行干预 并尽可能地在财政上尽量克制 在竞选期间 自民党党承诺重组预算 并再次遵守宪法规定的债务制动规则 价值6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 不属于联邦预算 但它弥合了分歧 这是红绿灯联盟的财政基础 因为它可以在预算中节省资金的同时 仍然在社会福利政策和气候政策上提供资金 第一块绊脚石 德国政府给自己定下宏伟的目标 让德国成为气候保护领域的先锋 增建40万套联粗房 将失业金转变为公民津贴 BurgerJeld 实现基本的儿童福利保障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加大对科研投入等等 最开始一切都是美好的 2021年9月联邦议院选举结束几天后 时任绿党主席的贝尔伯克 哈贝克和自民党主席林德纳 以及该党秘书长维新 在Instagram上发表了这张合影并配文 在寻求联合执政的过程中 我们正在探索共同点 弥合差异 我们甚至已经找到一些共同点 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但绿党和自民党 其实是两个在基本政治信仰上 截然不同的政党 绿党首选的合作伙伴是社民党 虽然社民党在2021年的大选中 得票率最高 但加上绿党 也并没有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 在此情况下 两党需要自民党的加入 以组建联合政府 这实际已经成为 红绿灯执政联盟中的 第一块绊脚石 虽然联邦总理最初提出在 平等的基础上 联合执政 但始终以保密方式进行讨论 不公开临时步骤 只公开解决方案的承诺 甚至没有持续100天 当然没有哪个执政联盟 面对过向红绿灯政府遇到的 如此之大的挑战 新冠疫情卷土重来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天然气和石油供应停止 德国面临能源危机的威胁 由于汽油和柴油价格暴涨 财政部长林德纳提出了 为机动车提供燃油补贴的想法 这导致执政联盟内部 出现第一个严重裂痕 绿党表示 林德纳的建议来得猝不及防 继而做出了愤怒而消极的反应 绿党也公开表明了这一点 红绿灯政府成为联邦德国历史上 最不受欢迎的一届政府 从那时起 执政联盟内的矛盾越来越多 争执越来越激化 围绕着公囊法 公民津贴 债务制动 难民移民这些议题的激变 变得越来越频繁 联合执政的党派间的分歧给政策 指定推行蒙上了阴影 民众对此做出的反应 就是执政党派的支持率都在下降 红绿灯政府成为联邦德国历史上 最不受欢迎的一届政府 社民党和绿党在债务制动问题上争吵不休 乌克兰战争对基辅的财政和军备援助 对难民的照顾 联邦国防军的必要军备 德国基础设施的翻新需求 这些需求的清单越来越长 但自民党拒绝让步 选择推行紧缩政策的措施 但社民党和绿党 对自民党提出的紧缩财政的做法 是不满且不断抵制 关于2025年预算的谈判 已向联邦议院提交一份 缺口约为120亿欧元的草案而告终 今年9月 德国东部三个州举行地方选举 执政三党在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 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 只有在伯兰登堡州 社民党还算小有斩获 而自民党则遭到毁灭性的政治打击 今年10月 林德纳提出一系列要求 其中几乎推翻了执政联盟 做出的全部经济和财政政策 社民党和绿党认为 这是一种挑衅 并在此时就开始怀疑 林德纳是在试图推翻执政联盟 接下来该怎么办 总理肖尔茨希望在今年年底前 敲定一些紧急立法 他还提议联邦议院 在明年1月15日 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 继而联邦议院大选将提前举行 根据目前的计划 下一次大选 有可能在明年3月底举行 下一届联邦议院大选 原定于9月28日举行 Copyright 2024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 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作者 Sabina Tinkerts 埃隆 马斯克 美国大选中的大赢家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竞选之夜 特朗普在胜选演说中 整整用了4分钟时间 赞美马斯克这位亿万富翁 我们有了一颗新星 埃隆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 一个超级天才 欢庆胜利的时刻 特朗普赞扬马斯克的时间 甚至超过了自夸的时间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的原因之一是 为了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马斯克出资11,900万美元 监测 分析 和战略中心 CMAS 极右势力 即阴谋论研究者拉特耶 Jan Rathja 对德国之声表示 此次美国总统大选 是迄今为止 最昂贵的一次选举活动 而马斯克的捐款 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说 通过进行抽奖活动 马斯克将对特朗普的支持 推向了极致 在对选举结果起 决定作用的摇摆周 马斯克每天在特朗普支持者当中 举行一次抽奖活动 向中奖者提供100万美元奖金 X 仇恨的深渊 除了金钱之外 马斯克还通过X等社交平台 为特朗普造势 拉特耶表示 一方面 马斯克自己会发布一些 极右的内容 另一方面 他还为一些极右人士 解禁账户 让他们得以不断扩展影响力 非政府组织 反数字仇恨中心 CCDH的一项分析表明 马斯克很有可能利用了 其X平台 推特的前身 操控了竞选活动 并最终使特朗普获胜 CCDH创办者艾哈迈德 Emran Ahmed表示 马斯克发布的 有关美国大选的 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在X平台上 被浏览了近12亿人次 艾哈迈德对德国之声表示 自从马斯克接管X平台后 这个平台就变成了 仇恨和虚假信息的深渊 而其中相当于一部分信息 都来自马斯克本人 假新闻与人意群分 霍夫曼 Janette Hoffman 则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 霍夫曼是柏林科学中心 WZB 政治与数字化研究项目的负责人 他对德国之声表示 我不认为X平台或马斯克本人 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拥有巨大的操控能力 我想说的是 情况恰恰相反 马斯克只是反映了 众多特朗普支持者的政治观点 也就是说 马斯克只是某种情绪状态 和某些观点的代表 而这种情绪和观点 目前似乎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 霍夫曼表示 虚假信息的影响力 往往被过度夸大 人们常常担心 虚假信息会产生极大的操控性作用 我认为 这类信息只会产生身份认同方面的归属作用 霍夫曼认为 在X平台上转发虚假信息的人 比如所谓移民会吃掉宠物的消息 其实这些人并不一定相信 这类消息是真的 但通过点赞或转发相关信息 这些人是要表达 他们对某一政治阵营的归属 例如表达他们对特朗普的忠诚 同样是用德国的解读模式 德国明年也将举行联邦大选 社媒也会发挥同样的作用吗 霍夫曼表示 德国有着不同的媒体环境 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区别 他表示 虚假信息能否发挥身份认同的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环境 在德国 媒体环境会减少虚假信息的传播 因此其对身份认同的作用 也将大幅降低 丹麦奥丹泽大学数码民主中心的 克努菲尔 Kurt Knopfer 也认为 无论是在德国 还是在美国 虚假信息都不会对选举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克努菲尔对德国之声表示 德国也有可能会陷入美国式的解读方式 在德国 也存在着对现有体制的不满 他们对媒体 对教育体制 对民主流程 以及政党 都感到不满 这种所谓逆向叙事 通常都是通过新媒体得到传播的 而如果有一样 这种机器不断进行启发 那当然会起到相应的作用 两名亿万富翁 聚首椭圆形办公室 这位全球最富有的人 有朝一日 也会变成全球最有权势的人吗 同第47届美国总统的密切关系 至少会让马斯克的影响力 得到进一步扩大 选举当夜 马斯克就在他的X平台上 发布了一张合成图片 图片上他正 或不走入椭圆形办公室 美国总统的白宫地点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 马斯克是否会担任政府要职 目前尚无定论 政治学者拉特耶表示 现在似乎已经为马斯克扩大影响力 打开了一扇窗子 这一点绝不应被低估 他可能会尝试减少国家管控 以便进一步扩大经济收益 他说 这一点尤其涉及到他旗下的SpaceX 星链以及特斯拉等公司 例如员工权益保护等问题 除此之外 他还将有望 获得更多的大型政府订单 政治学者克努菲尔也表示 不仅马斯克如此 其他高科技巨头 比如亚马逊和Meta 也都希望减少政府管控和税收 当胜利的喜悦逐渐降温之后 两位亿万富翁马斯克 和特朗普的兄弟 有意 是否还能够持久呢 拉特耶表示 特朗普和马斯克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他们并不一定能够长期和谐共处 拉特耶说 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 身边的十名高餐中 最终有九人被炒了鱿鱼 Copyright 2024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 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特朗普胜选 德国政府的噩梦成真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国政府一直希望 若是卡马拉 哈里斯胜选 期待他能够追随拜登的脚步 延续跨大西洋主义 和多边主义的传统 但如今 特朗普将成为 下一届美国总统的事实 令德国政府 不得不重新思考 未来该如何与美国打交道 政府忽略与特朗普阵营接触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 DJP的国际关系专家霍夫 Henninghoff说 现在德国政府准备不足 霍夫对DW表示 完全依赖民主党是个错误 总理与拜登总统建立的特殊关系 可能有点过于片面 现在 为与特朗普阵营接触 对他 肖尔茨来说是个麻烦的问题 霍夫认为 德国政府现在必须 弥补自己的失误 他说 政府需要发出更强烈的信号 表明欧洲人 尤其是德国人 真的已经准备好 承担更大的国防负担 特朗普在上次执政期间 曾质疑德国和其他北约国家 受益于美国的军事保护 却没有为自己的国防 做出足够的贡献 并威胁要从德国撤出美军 霍夫指出 如果德国仅愿意 稍微提高国防预算 那将无法打动 华盛顿的任何人 现在不行 特朗普执政时更不行 德国对美出口 将被征收高关税 德国是美国最重要的 贸易伙伴之一 而特朗普在竞选期间 就已经宣布 对全世界进口至美国的商品 征收高额关税 此言若成真 将使德国产品 在美国的售价大幅上涨 特别是汽车和制药行业 将受到严重打击 许多德国企业 早已对此忧心忡忡 德国EFO经济研究所 在大选前两周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 44%的受访企业 担心特朗普当选总统 会带来不利影响 只有5%的公司 预计会产生积极影响 51%的公司预计不会有任何不同 乌克兰被迫以领土换取和平 新一任的美国领导人 也关系到俄乌战争未来的走向 这同时也是德国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 对乌克兰的支持将会有何变化 毕竟美国是乌克兰迄今为止 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商和财政支持者 其次是德国 相较于拜登和肖尔茨 给予乌克兰援助的承诺 特朗普却希望迅速结束战争 外界猜测 这意味着乌克兰将被迫放弃 被俄罗斯占领的大片领土 安全专家朗尔 Niko Lann对此则表示 我们不知道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 究竟会有怎样的乌克兰政策 我们不能说 如果特朗普获胜 他就会出卖乌克兰 特朗普的特点是 他其实是不可预测的 德国是特朗普眼中的坏榜样 德国政府最重要的执政策略之一 就是气候保护行动 希望实现能源与经济方面的碳中和 拜登政府一直是这方面的坚定盟友 而特朗普在大选中获胜 很可能导致美国改变政策方针 特朗普从多次将德国视为坏榜样 无论是前总理默克尔 在2016年的难民政策 还是现在德国依靠可再生能源 取代煤炭 石油和核能的能源政策 都与特朗普的理念背倒而驰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霍夫说 我已经开始担心 我们从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中 了解到的一些事情 会再次出现 施加在德国身上的压力 对德国的反感 这些都会卷土重来 内忧与外化 现在德国政府将不得不在安全 贸易和气候等问题上 再次与特朗普抗衡 而另一方面 执政团队也必须面对 德国国内经济停滞 人民对施政满意度低落的局面 德国电视一台的每日新闻 Tage Show在其报道中提到 美国大选的结果 很可能意味着 对德国政治的进一步冲击 德国发行量最大的小报图片报称 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是 我国政府的最后一个警告信号 因为德国政府正试图克服 选民与美国类似的不满情绪 综合报道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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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